2011年台北电影节今天颁发用影像记录台北美好人数短片的台北主题奖 其中由一群台义大电影系学生制作的台北好天天短片 夺得首奖和台北好天天奖 片中小女孩应为作业走访台北不同的地方 包括行天宫林家花园郡村文物馆和花博园区等 但最后和父亲散步时才发现台北最美的地方就是离自己最近的地方 导演陈定宁表示 就是希望我们能把很多元的台北拍出来 就不要台北只是好像只有很现代化的都会 可是没看到有寺庙之类就是 就是很那种很有文化气质的地方 这是台北电影节首度和社福团体合作 新路基金会执行长钟景怡鼓励市民正面思考 活出自己的好天天 那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用一种好天天的一种生活的态度 生活的哲学 这样一种好天天精神 在面对我们每一天在我们眼前所展现出来的 展现出来的一些生活 台北新报记者洪家如 李观彦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